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时代的开放不代表对待感情就可以三心二意,尤其是老年人,要珍惜与自己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伴侣,不要还想着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情。 自述人,贺阿姨,我和杨大哥的相识源于一次老年团的旅游,我55岁退休,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游遍全世界,我知道我无法像那些旅游达人一样,勇敢地说走就走,我只期盼自己能够量力而行,在有神之年多出去走走。 刚刚退休,我就计划着要去旅行,我希望老伴能够陪我一起去,我们相依相伴几十年,他是我最亲的人,几十年来什么事都是我听他的,我也希望他能够陪我去做我喜欢的事情。 可是,老伴说他还没有退休,哪里像我这么闲,我可以等到他放假的时候去,他又说我没那个功夫出去瞎折腾。 说白了,老伴就是只考虑到他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陪我去旅游,完成我的心愿。 为这事,我没少跟老伴怄气,我辛辛苦苦为这个家付出一辈子,忍受着老伴的脾气,可就是等不到他对我好一次。 最后,我一气之下,自己报名了老人旅游团,我就不信,没了他,我就出不了门。 我和杨大哥就是在这次旅游中相识的,杨大哥当时六十岁,刚刚退休。 爱好旅游的他也是一退休,就参加了老年旅游团,要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号山水。 不少老人都是夫妻俩一起出来旅游的,只有我跟杨大哥落了单。 那时候,看到别人成双成对,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埋怨老伴不肯陪我出来旅行。 别人都是夫妻,坐车吃饭的时候都是紧挨着。 我跟杨大哥落了单,于是我们两个人也自然而然地组成了一对。 游玩的过程中,杨大哥看我总是闷闷不乐,他就讲笑话逗我开心。 我很快就把跟老伴的那些不愉快望到九霄云外了,好好地享受旅程。 旅程因为有了杨大哥而更加精彩,快乐。 杨大哥热情开朗,学识渊博,跟他在一块儿可以听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而且,他非常照顾我,让我感到心里暖融融的。 旅游回来,我对杨大哥念念不忘。 虽然我们在一个城市也留了联系方式, 可是,我担心我主动联系他会不会显得自己太过随便。 当杨大哥主动联系我的时候,我喜出望外。 杨大哥约我出去吃饭,从此之后,我们的联系就更加频繁。 平时我们约出来散步,吃饭,郊游,因为都喜欢旅行, 我们都很向往旅游的时光,所以一有机会,我们就约着一起去旅行。 有了些经验,我们也不再抱团了,两个人出行,既有伴又自由, 能更好地享受沿途的风景,还有旅途的快乐。 我们如此亲密地往来,自然而然地日久深情, 我没有抗拒这份晚年的爱情。 我和老伴生活了几十年,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温情的话, 说话时总是对我大呼小叫,老伴也从来不关心我的情绪, 不在乎我的感受,他只会使唤我,骂我,嫌弃我, 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全是委屈。 只有在杨大哥这里,我体会到了一个女人被男人真正地呵护着是什么感觉。 杨大哥体贴我,关心我,在乎我, 跟他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去旅游,实现愿望。 我们能够坐在山顶,看星星,在海边看日出,在野外露营,生活做饭。 这些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都陪我体验过了。 和杨大哥在一起,很新鲜,很刺激,很幸福。 每次跟杨大哥与旅游回来,旅途的快乐还意有未尽, 回家看到老伴阴沉沉的脸,不让我休息,就是换着我给他做饭,洗衣。 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杨大哥就不会这样,他会照顾我,不会让我劳累。 我也想过,要不然就跟老伴离了,然后跟杨大哥在一起吧。 不过,这个想想,我只是想想,根本不敢付诸行动。 因为杨大哥也是有家庭的人,他跟老伴感情不好, 可看得出来,他很看重名誉,对家庭也很负责任。 他跟我的事情,他也不想第三个人知道吧。 我,不过就是他寻贵岛居生活中的一丝新鲜的空气。 我想,我就这样保持现状,维持自己现有的家庭, 和杨大哥享受着这场风花雪月的黄昏恋。 无奈,精明的老伴还是发现了我的异常, 然后通过一点点蛛丝马迹,发现了我的秘密。 老伴不听我的解释,直接跟我离婚,赶出家门。 我剩下的唯一的依靠就是杨大哥了, 可我一出事,杨大哥怕我连累他,从此消失不见。 此前,我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美梦中, 我以为杨大哥对我是真心的, 无论发生了什么,他都不会抛下我。 当我失去家庭,无家可归时, 现实的冷水才把我交醒了。 老人婚内出轨虽然很刺激, 但这浑水别烫, 我现在真的是会不当初。 女人出轨后, 回家还想和丈夫又身体接触吗? 我觉得不会, 因为在外面吃饱了, 回家是吃不下的了。 再者,会出轨就是对老公腻了, 腻了又怎么能做亲密事情呢? 一,外面翻云覆雨, 回家只想好好休息。 女人只要精神出轨了, 身体就一定会出轨。 跟外面的情人自然而然就会做着夫妻做的事, 并且会很喜欢做, 因为尝到了不一样的滋味, 觉得很是新鲜。 那跟情人在外面翻云覆雨来了好几次, 你的欲望再强烈也会被填满, 你的身体就会觉得累, 回到家里了也只想好好躺下来, 睡觉休息, 丈夫要求跟你同房, 你也是随意找个借口打发了呀。 在外面那么高强度的优惠下, 不单单身体会很累, 也会时常担心会被丈夫查岗而精神紧绷。 回到家了你只想隔游躺的, 生理需求也都被解决了, 就不再会想要。 二,老公一无是处, 没有那个欲望。 女人会出轨的原因并非是身体上无法得到满足, 更多的是对这个丈夫很失望了, 才会在外面找寻温暖。 那你在外面既然得到了满足, 你就不会想要跟老公再亲密接触的了, 更何况, 外面的那个情人又是体贴, 又是懂得疼爱自己, 跟那个只会使唤, 并且不懂得疼惜自己的丈夫 一对比, 心里会更加嫌弃丈夫的无能。 既然都开始嫌弃丈夫了, 这种亲密事情是装不出来的, 不仅连装都装不出来, 可能你的身体都会没有丝毫反应, 对丈夫没有了爱, 自然身体也不会有强烈反应, 至于生理需求, 那也是已经得到了解决。 三, 丈夫知道出轨, 向身体接触, 但害怕被嫌弃。 有一种可能就是, 丈夫是知道妻子出轨的, 为了维持一个家庭的完整, 所以没有选择离婚, 而是过着有名无实的生活, 妻子是会想要通过这方面去弥补丈夫的, 但是害怕丈夫会嫌弃自己, 已经被别的男人睡过的身体, 哪怕是想也会因为内疚而不敢提出要求。 这种生活其实对于男女双方都是没有好处的, 男的内心里过不去那个坎, 对妻子也没有了爱, 而妻子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与其这样彼此痛苦, 倒不如早早离婚了事, 去寻找各自的幸福。 在此, 我也想说, 不要去做伤害别人的事, 你们感情不好, 没有爱了, 完全可以开诚不公地讲出来, 离婚也好, 重新在一起也罢, 但是不要婚内出轨, 这对你, 对双方都是一种不尊重。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